橄欖 野色的橄欖 對 這隻橄欖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這樣 用竹子這樣打是不是 是 我們會在果實結石類的 那個位置去敲它 我剛剛這樣打有點昏耶 這樣打對不對 對 在那個墨沙的位置 敲它 它掉下來這麼會痛耶 對 好痛喔 台灣Daisy 傳說在古希臘神話中 有種神不予人類健康的寶藏 而它現在竟然出現在新竹寶山 據說這傳奇的寶藏 從樹葉 果實 果核 甚至連樹根都可以被利用 因此在西方被譽為生命之樹 而在台灣聰明的客家人們 不僅發現了它的好處 更將它們視為特殊的寶健聖品 到底這隱藏在客家中的 綠寶藏該如何找尋呢 趕緊跟著小馬我前進寶山 尋找在地客家人 打聽一下這傳奇綠色寶藏的秘密 大姐 不好意思 打聽一下 你們這邊有一個東西 是這個綠色的寶藏 是在這上面嗎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這個啊 不會吧 你把綠色寶藏到它門口啊 感覺像是嫩葉 沒錯 因為等一下呢 就要用它來做好吃的早餐 它上面那是什麼東西 一點點像顆粒一樣的東西 這是它分泌出來的汁液 分泌出來的汁液 對 從它毛細孔裡面透出來的 這個果子也可以吃嗎 可以 但是要等它更熟一點 更大顆一點的時候 吃會更好吃 為什麼這個叫寶藏呢 這個營養價值非常高 我們從它的根 筋 葉 果實 每一個都有它不同的營養成分 所以你現在沾嫩葉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要摘了 看起來你覺得它很鮮嫩啊 然後一折它就斷了 OK 就可以了 了解好不好 我們不多說 我們先去吃你做的早餐 好 好不好 這樣就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 你們猜得出來 眼前這綠色寶藏 到底是什麼東西嗎 我左看右看 怎麼都覺得它像是個冰郎 但大姐卻否定了我 他表示其實很多人都有吃過它 但卻沒有看過它的果實樣貌 既然如此 那我就等待一下大姐拿手的客家菜 看看它是如何利用這綠色寶藏 煮出另類的營養早餐 我想英國的聰明才是 應該吃一口就可以猜得出來吧 早餐 早餐就要來給稀飯對不對 欸 你這個拿那個嫩葉來做稀飯厲害 欸 不對 嫩葉在這裡 欸 對 差不多就會黃啦 那這是什麼 這不是嫩葉那是什麼 這就是綠色蔬菜啊 這就是綠色蔬菜 對 那就是綠色蔬菜而已 是嗎 那綠色寶藏 除了這個醬的 這裡面還有一個 這裡 這就是綠色 這是剛才那個樹上的果實嗎 對 經過煮熟的時候 不像剛才一樣 是綠色的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很硬耶 對 很硬 你吃得出來什麼啊 我現在吃不出來它們怎麼會知道有一點點酸酸帶一點點苦澀感 我個人的經驗裡面它應該就是橄欖 可是它是硬的啊 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它也不是橄欖啊 好 其實我來揭曉一下 它就是橄欖 什麼 沒想到真的給我猜中了 原來這就是橄欖啊 不過大姐強調 橄欖其實有分多個品種 而剛剛我們在門口看到的是外來種四季橄欖 所以果實會比台灣土生的堅人橄欖大上許多 而吃完營養早餐補充體力之後呢 大姐即將帶我去採收土生的堅人橄欖 聽說它有種特殊的採收方式 一般人是很少有機會可以體驗到的喔 那還等什麼趕緊出發啦 這時大姐卻要我別著急 因為在開始採收之前 得先在高挺的橄欖樹下鋪上白布 才能夠開始動作喔 這個是 所以橄欖就在這裡對不對 對 這一片都野生的橄欖喔 這樣打的喔 這上面都是橄欖是不是 對 怎麼會這麼多 唉唉唉唉唉唷 抖笠啊 對 我們都帶抖笠啦 抖笠對我來講好像不太行耶 不太行喔 對對對 那你覺得 因為本身我是玩命光頭吧 我的光頭是我的標記 對 好 那你要帶這個 我自備我自備我自備 橄欖 野生的橄欖 對 這隻橄欖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這樣 用竹子這樣打是不是 是 我們會在果實結石類的那個位置 去敲它 我剛剛這樣打有點昏耶 這樣打對不對 對 在那個末梢的位置 喔 它掉下來的時候會動耶 對 好痛喔 踩收的時候都會瀑布對不對 對 瀑布就在這個橄欖的正下巴 我知道 我這樣走 所以你要往那一槍 我這樣子對不對 我這樣打沒事吧 對不對 對 真的不會打到我自己的嘛 對不對 對 你看喔 欸 好 你公司囉 欸 大姐我發覺不對 你看 你這橄欖啊 有好有壞的感覺耶 你看 喔 這個算良又不齊吧 為什麼有些你看 這麼綠好漂亮 啊這顆怎麼已經到 叫它怕 怕這麼黑色喔 不是 其實橄欖它有大有小是正常的 OK 那黑的呢 黑的是因為 你看它這個枝液呢 在樹上啊 它會摩擦 摩擦摩擦摩擦 然後它曬到太陽的時候 對 就會變黑 所以這個不是 不是因為壞掉 它只是可能就是 穿了比較不好看的衣服 然後被太陽曬得 比較黑一點 這樣子喔 但是這個都還是 很有營養價值 喔 這個應該可以生吃吧 可以 新加坡人最愛生吃 生吃 我一開始聽到也很驚訝 可是這個 這個的硬度很像冰棠耶 好硬喔 比冰棠再硬一點 因為這百分之四十三點多 都是纖維 不可容性的纖維 好硬喔 不要一下咬太多 我先咬甜一點點 那個酸色 就會出來 可是我可以 我可以吃到橄欖油的味道 有 一整天嘴巴都會回甘 都那種乾甜乾甜 清香的味道 可是我還是覺得 有一種澀澀的感覺 那你知道那澀是什麼嗎 那澀是什麼 那澀就是分類化合物 什麼意思 它就是 專門拿來做消炎用 就是它可以 就是抗氧化 抗菌 它就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OK 然後全台灣目前大概有四十幾萬株 OK 是從我們這裡 發展出去的 對 出動 對不對 妳是客家人 寶山 妳是客家人嗎 我是客家人 真的喔 那橄欖樹的客家話怎麼講 尬藍樹 尬藍樹 大家講一句客家話 有必要大家要這麼開心嗎 很好聽啊 很好聽啊 再講一遍 謝謝媽媽 一而三 尬藍樹 嗯 新竹縣寶山鄉 因為有三波地利之變 再加上陽光充裕 氣候乾燥 排水設備加 非常適合橄欖樹的生長 因此這裡所產的橄欖 遠近馳名 大約佔了全台灣半數以上 而早期客家人在山區生活 如果食物來源不足 土生的橄欖 就成了補充磷 鈣與微量蛋白質的最佳食品 甚至他們還會採收土生橄欖 醃漬 醃漬 儲存 倒三下交換食物 這也促使醃橄欖成為 早期台灣最常見的零食 大家 好好的 妳幹嘛把它敲開來啊 因為我媽媽 都不要緊 妳看它有多硬 要用到這個東西 對 肉沾 反正妳只要把它打開就好了 對不對 對 厲害了 要不然我就加快速度 好 好 好不好 我就耍狠了 妳的手指頭千萬不要靠掛 彈出去了 彈出去了 這個橄欖是已經煮過的囉 已經煮過的了 對 因為我剛剛手摸起來 是真的要很高的 來 裡面要放些什麼東西 鹽巴 還是要破壞它的那個 對 破壞它的纖維 對 所以我們去敲打它 然後加點鹽巴 讓它可以那個酸性啊 可以不要這麼重 然後呢 再加一點糖 真的是很棒 好 加一點糖 因為是加鹽又加糖 又要糖分 對 這樣比較好入味 所以在這附近 如果聽到這樣的聲音 就代表那個人在做 橄欖的蜜餞 對 就是 都聽到了 都吃橄欖了 這好像手搖茶店裡面 那個娃娃有沒有 好 好 可以了 好 好 已經有香氣了 你會搖更久那個 是真的嗎 還是沒關係 讓你偷懶 我覺得 你的內心一定還是有點邪惡 因為是真的 真的它 真的啦 一定是的 而且這個 味道好香喔 好 我們把橄欖呢 來 放進去 原則上就是 一層的橄欖 一層的糖 好 就是用一般的紅砂糖就可以了 紅砂糖就可以了 紅砂糖就可以了 好 我們加一點這個 乾炒片 對 然後呢 蓋起來 這樣就好了 橄欖蜜餞的方法是這樣 但是要放多久 放二到三天 它就變成這樣了 這個我們大概醃了 差不多有六天 所以這個汁是甜的 甜的 你就會看看 它一樣有一種淡淡的 一種吸不出的清香的感覺 那你吃一下 我沒有想到 裡面真正真正 我們在這個橄欖裡面的水分 被露出來之後 加上了紅糖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香 然後呢 也有放甘草 就帶有甜的甜甜甘的 人家講苦甘苦甘 這是甜甘甜甘 對 這很好喝耶 那我現在更迫不及待 要來吃這個橄欖肉 沒有那麼硬 比你剛剛煮那個早餐 軟多了 對 因為畢竟就是醃了五六天 好爽口 很爽口 還可以吃點有辣的 好好吃喔 因為加了辣椒 它變成是一個 我們可能嘉賓有時候 我們再請客來吃飯 這可能是一道強菜 對 當點心 因為它讓你愛胃 手非常好 好好吃喔 所以一口氣一口氣就下來 真的 是一個 橄欖國分 健康 每年的十月前後 是橄欖的盛產季節 這次別忘了親自來一趟寶山 品嘗新鮮橄欖的好滋味 而成立了三十幾年的寶山鄉 橄欖產香般 不僅是全台唯一 更製作出多種口味的橄欖蜜件 甚至還研發創新橄欖的用途 橄欖粉 橄欖茶 橄欖糖 保養品 替橄欖發展出無限的可能 世界之大 無奇不由 夫爾莫煞 五花八門 跟著我的腳步 給你超乎想像的 台灣Dating